不管是任何的灾难 最重要是人跟人之间敞开心胸 互相帮忙 来看到的呢 就是在四川和缅甸 历经了大灾难之后 现在慈禧之功一直不断 在进行爱的接力 关怀和互助诸夏 也带动了当地叙叙多多的 善的种子重新萌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缅甸和四川 这个竹筒岁月的 精神已经广为流传了 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在缅甸 缅甸呢 最近才刚刚举办了 这么一场爱撒人间 那么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现场就看到呢 有82岁的阿嬷 马上呢 就作为贫中之父的典范 掏出了一把纸钞呢 放到竹筒里面捐给慈禧 而另外呢 慈禧之工和当地的职工 也联手来到了南德宫附近的 一个小村庄进行物资发放 这些村民呢 之前拿到了慈禧人送给他们的菜种 所以他们现在自给自足 不但呢 可以卖菜 让自己生活获得改善 而且也可以把卖菜得到的钱 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是风灾过后 南德宫一处小村子的景象 房子被风吹得只剩半边 没有钱修补 不是将就的居住 就是捡路边的塑胶布和木板 平平凑凑 说是小村子 是因为这里只住了14户人家 大家生活贫困 以打零工为生 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 慈禧之工在去年9月 帮助村民维修房子 还送来不同的菜种 鼓励村民学习耕种 就在过新年的前几天 慈禧之工带着物资 再次拜访了村民 挂在竹棚上的大户瓜 像是迎接志工的到来 告诉志工村民把菜种照顾得很好 可以自己自徒 果真一行绿油油的菜园 就是最好的证明 村民山达梦 带着志工参观他的菜园 原本不会种菜的他 现在满口的种菜精 看看这一片空心菜 就是他的心血 还有这个菜种 让他可以做起生意 山达梦感恩地说 现在即使先生没有工作 也不怕没饭吃了 同样感恩的还有这群村民 十四户的人口相依为命 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感情融洽 当慈禧之工把一箱箱的物资 和一袋袋的白皿 送到村民手上 大家内心的感恩不言可遇 相信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而在阳光的一个社区 住户一如往年 在新年的前一晚 举办了迎新会 慈禧之工也来到现场做爱撒 介绍慈祭 畅谈慈祭 希望人人都能知道这个慈善团 有一位高龄八十二岁的阿嬷 还当场掏出一点纸钞捐给自己 我们小孩真的不怕 然后必然 给就 帮忙一下 除了阿嬷新年新气象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贡献一己之力 有自罪的小孩子表演手语 有活动负责人 大小式通胞 贯穿全场 不论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虽然只是一场迎新会 却可以看出大家那份助人的心 要用爱来迎接新的一年 带新闻缅甸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